《魔術师》是指擅长变气法的人 某些魔术师通常特别擅长表演某些魔术道具 他们经常组合同一类型的魔术道具演出 形成一个专题 专题魔术包括硬币魔术 扑克牌魔术 逃脱魔术 诗根魔术 和承索魔术等等 魔术师做出视觉上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称为魔术 魔术的秘密是隐藏在他们特别扣造的道具 和高超的手法 魔术一词是外来语 中国古称幻术 俗称变气法 魔术依靠光、星、电等物理和化学原理 加上奇特的艺术构思 造成种种离奇巧妙的表演 魔术早在二千多年前 已经出现在中国漢代的白器中 至唐宋年间 魔术作为武艺表演 尤为发达 甚至古印度已经有承索魔术 魔术是一门综合艺术 和自然科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例如随着中国丝绸技术的进步 看待时期就出现了采摘魔术 艺术以后 练丹术的流行 诞生了涉及化学原理的魔术初形 宋代古彩器法的出现 也和当时制慈业的发达有关 事实上 很多魔术都运用了物理原理 例如在道具中 加入暗门和甲层 而人体腾空时的支点 也是根据杠杆和斜面等灵学原理来寻找的 魔术师也透过浙光的原理 用镜子反光 舞台的灯光和镭射技术等 营造出五花八门的奇幻空间 滴水不漏的魔术 必先由设计表演程式开始 引导观众感觉到好像霧雷汗花 征湛的表演程式 是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 甚至运用上数学和逻辑学 其实 与魔术有紧密关系的 还有心理学 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魔术师 能够把握观众的情绪和心理状况 通过表演程式 引领观众 步步跺入迷宫之中 有些魔术师更会和观众近距离接触 这个更挑战魔术师把握观众心理和即时应变的能力 所以这些都是魔术表演者必修的心理学课程 在2014年8月10日的《2012荣耀派网》主日信息号外篇 尤华牧师指出 魔术师一直是受世人尊重的行业 因为魔术师在台上短暂的演出 背后都需要经过多年艰苦的锻炼 才能够令观众不能够找到破绽 使他们目定口哀 拍案叫绝 例如 在以下的扑克牌器法里面 魔术师的神情非常轻松自愈 而且他更在众多观众面前仍然不露出破绽 这个绝非二事 要做到这一点 是需要多年不断的锻炼才能够成功 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八十年代开始 随着电视、电影、剪接和电脑绘图技术 即computer graphics、CG的发展 一些著名的魔术师 例如大卫·高柏菲和Chris Angel等 开始放弃传统的现场魔术表演 转移和电视台合作 在电视节目里面 会播放预先录制好的表演 加上剪接、电脑影像、假观众和假见证人 即是早已串通的演员 构成所谓现场的魔术表演 但日华·穆斯指出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魔术 只能够称为骗术 因为如果有真正的观众在场的话 他们必定能够即时拆穿当中的破绽 这种所谓的魔术 只是剪接的技巧 仅仅能够欺骗在电视前的观众 使他们看不见现场的道具而已 例如其中一个骗术 就是Chris Angel在大厦天台悬浮 并降落到地面 他其实是被一部巨型的吊机吊起 连现场中表演惊讶的图人都是演员 由于拍摄角度背光 令摄影机拍摄不到魔术师背后的钢线 所以电视前的观众 才发现不到当中的破绽 那么怎么能够起来的魔术 所以怎么能够起来的魔术 并浮起来的颜色 像一个超英雄 的秘密可能会来的一种惊喜 所以我会让你转称快 他没有超英雄 他甚至是在控制自己的航空航空 他在任何操作是正在这里 坐在一个五岁的航空的航空 在上的航空的航空是一组的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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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一种使用来让 Peter Pan飞在 Broadway 并在镜业中的国际和全世界 封面的戴上的戴上是一个特别设计的链子 它们是在舞台上的戴上 Before the trick begins the crane operator lowers the cables down to the stagehands who attach them securely to the harness Once they're double and triple checked the magician is ready to fly with the greatest of ease But why don't we see the cables suspending in the air? The secret is the bright sky Remember I said he wanted to show you his power in broad daylight? And that there were no visible wires? That's because the glare from the bright sun and sky makes the wires impossible for the cameras and even the human eye to detect From the proper angle the brightness of the sky blocks the cables making them invisible From this angle you can see that the camera can pick up the wires shattering the illusion While demonstrating his supposedly magical abilities we saw the magician alter his flight pattern with nothing above or near him The secret here involves moving the crane In between shots of the magician in the air the crane was repositioned to allow the operator the freedom to fly the magicia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Clever editing of the various angles makes it look like he's flying around the parking lot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is trick is lowering the magician to a soft landing For example, 1984 大衛·高柏菲 在打坐飛躍美國大合谷的表演裡 只是運用了一些低劣的 逐格菲林剪接的技巧言語 大家今時今日 利用家庭電腦也能夠做到 只不過當時要用到專業的黑房製作 事實上早在1982年 全球賣座的票房冠軍電影 ET外星人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已經能夠使一群騎單車的少年 看似飛上空中 不單只是一個人 最終的一張ullgia 一張抗爭店 類似這裡 最終的一張 就像卡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不过在两年之后 大卫高柏菲用魔术的名义 为了将来的艺旗行动做实验 来欺骗全世界 所以这等人根本不配称为魔术师 他们只是与电视台一同欺骗 和娱乐观众的骗徒 与街上的保药党 祈福党 或者是街头拍卖配合 做媒的镜头者同出一切 所以这个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自2001年的911事件开始 即是在大卫高柏菲 所开始表演上述魔术的20年后 共济会已经能够利用 好像和大卫高柏菲一样的骗术 配合预先拍好的影片 演员 现场的假见证人 并加上精心设计的台词和故事 欺骗全球 藉着制造问题 演绎问题和提供答案 令世人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就和911事件被炸而倒塌的双子大厦相似 大卫高柏菲也曾经在911事件的多年前 已经表演过炸卫一座大厦 而且对比2014年3月8日 所发生马航MH370失踪事件 同样的 大卫高柏菲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多年前 已经表演过 如何令一架飞机在电视观众眼前消失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